我只認為自由經濟示範區 我想前台關門高雄的條件是最好 高雄最有可能發展自由經濟示範區一定會成功 所以我們也把高雄市所做的準備 包括跟中央的請求應該讓高雄市參與整體規劃 包括我想在行政院的憲會 我們的特別亞洲新灣區的開發 應該進入自己的經濟示範區 未來整體的規劃的內容 這間市場有好處 像這間市場有電視在過的都會是 高雄市灣因為經濟時空佩的都不一樣 這樣就可以過了 這個不會過了 還有這間市場這間有 市場我們來報的不是你跟他講了 總共九個高雄市的九個議員都有承諾 願意來推動自貿區 我想了一句時空佩前六個 又要更不一樣 我不曉得這次會轉彎 我也不曉得民進黨議員怎麼會轉彎 你說你剛剛我剛好聽到 民黨議員在報告說 你們都有啊不用推動啊又說不一樣 到底你不一樣 市場你簡單打擾 所謂陳徐市場跟你講的有沒有類似 跟你想推動的 我們的想法說實在非常簡單 我們總目標希望高雄經濟能夠整個突破困境 第二 我們從選舉之前到現在就很覺得非常可惜 高雄有這麼優勢的海空黨 為什麼不能造一個小新加坡出來 第三 自由經濟貿易區 我們都希望各種法律能夠鬆綁 人才鬆綁 金融鬆綁 法規鬆 稅負鬆 那這樣就在高雄市就做活了一塊地 能夠把這個地的優質跟優勢把它提升起來 所以我們才提出高雄市如果 台灣要做自由經濟貿易區 拜託先去我們高雄 這是我從頭到尾一貫的 一貫的 那陳菊市長這兩天 他的否定說時空面不一樣 我不以平論 我是現任市長 不平論上面的市長 重點 現在跟未來的高雄比較什麼 我們需要把經濟打活 所以這時候要搭配一個國際大機場 因為現在高雄最委屈 台南 屏東東海外 我們跨國飛行要到桃園 這個對南台灣不公平 所以說 這是整個的配套 如果這兩個成功就是完整的捷運網 高雄現在又飛沖天 那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提出來是由經濟貿易區 一直被攻擊 那在高雄市的立場 當然要整個高雄經濟要起來 那有的議員資訊完又把影片剪接 剪接完畢又在網路上放 放外也用名嘴開始劈 它是一個組得權的攻擊 但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我當然希望總目標高雄能夠發大財 這合作之餘 南台灣本來就該做台灣經濟的重鎮 南台灣本來就應該做全台灣經濟最薄弱的 尤其是高雄 我這個想法 我覺得一點都沒有錯 所以這幾天這些紛紛擾擾 上至總統府開始炮轟 前任的市長來否定 我不理解 我真的不理解 我覺得我們市政府就是提出我們的需求 高雄市要掌握每一個機會 發展我們的經濟 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就是如此 謝謝 市長你剛才可能忘記我給你一句歌詞 你如果說話就要你出事 所以我看你剛才講的全部都針對你一個人 就是你講很多也有最大事 我剛才也聽到我們的某檔議員 也講說洗板 我昨天也問過我們的葉副市長 葉副市長 有可能他們沒有聽清楚 請你再說一次 到底會不會洗板 到底產地 他們產地到我們這邊會不會洗板 我覺得在說MIC會變成MIT的人 只有其中可能 一個是無知 因為洗產地的問題是不可能發生 所有的 如果要貼上MIT的話 其實進口原料 要加值35%以上 同時必須做實質轉型 所以他會說會洗板 洗產地 就是無知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無能 他知道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他沒有管制能力 所以他就用欺騙的方法告訴人家說 MIC會變成MIT 然後把罪點阻擋在外面 因為我剛好看到影片 看見說你也默認承認會洗場地 所以我在那裡意思解釋這樣 那個我覺得是 很多也是曲解我當的意思 我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所謂的 那個利頓紅茶這個例子 就是這個是聯合力法的一個公司 連在這個登基在荷蘭 這荷蘭本身沒有產茶葉 但是它的茶可以行銷全世界 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呢 其實台灣如果善用這個自由 經濟貿易特區的話 事實上可以利用這個地方 有很多我們自己的有物料不足的 從國外進口 這個國外不只是包括大陸 可能是東南亞 可能其他地方 在這個地方做某些生產加工 然後行銷到全世界 這並不會傷害到台灣的 內部的那些農業啊 中小企業 因為這是境內關外的 而且呢 如果台灣內部有提供足夠的原料 我們當然用自己的原料 我們何必去用其他的原料 就好像我們的魚 很多魚罐頭 我們這個魚裡面 很多的魚 事實上是生產老闆 也不是台灣的海域啊 可是我們的魚罐頭 我們的魚餐品 可以席交全世界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呢 說因為從國外進口這些農產品 或什麼就傷害到農產品 而何況我們還可以管制 我們可以特殊的要求 我們根本就不讓 在這個自由貿貿區裡面 做所謂的農產加持 這個可以啊 這個是大家可以討論的 今天我們的問題是 為什麼大家都坐下來好好討論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就給人家貼上不必要不合理的標籤 這是我覺得我們真正應該要去 責難 目前我們的執政黨 我們的中央政府 他要完全就是要卡高手 恭喜 好啦 那個ahu 廖言 政府的規定 那個 компании 肉質の規定 他為什麼要去公眾市 做11年規定 他頂了 他頂了 負他,就 他去公眾市 12年 從事人 那 你看離開 小康 秉公 lux Тогда Lucas 好像 3000合